核准悠游卡作为多用途的电子票证 最快在三月底 全台湾一万多家特约商店 包括了超商 连锁咖啡厅 素食店 还有电影院等等 只要是一千块钱以下的小额消费 都能够使用悠游卡付款 你以为我拿悠游卡是要来搭捷运 其实我是要买东西 拿零钱或钞票买东西不稀奇 最快三月底都可以用悠游卡来买东西了 因为金管会28号已经核准悠游卡 成为多用途的电子票证 加上悠游卡已经和全台超商业者合作 跟华族连锁咖啡店 加油站 电影院等等 包括离岛在内一万多家特约店 消费一千元里内 通通可以使用 即将成为无所不包的超级卡 你如果可以这样的话这样很方便 出期应该还好啦 是后面的话也许会慢慢改吧 光是在大台北悠游卡几乎人手一张 以发行量一千八百万张来看 规模直逼香港著名的巴达通卡 悠游卡一张结合超商的电子钱包 除了方便还商机无限 来购物的话 我们会给持卡人非常好的折扣 或是一些赠品 只是亮出悠游卡 收银机上的数字就等于你的金钱 民众还是会担心找错钱的情况 卡片是刷扣卡 多刷钱还是少刷钱都很麻烦 除了悠游卡 像是和悠游卡结合的数位学生证 银行联名卡或悠游纪念卡 只要和悠游卡有关的 三月底正式上线后 就能方便的一卡再手 全台趴趴走了 谢谢小朋友组 再来吧